我沒有東西吃了 你知道嗎 喂 我幾三五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撒我的裙子 我現在開始習慣抱他質感 原來都不是那麼刺激 Hello 大家好 我叫Wing 媽媽狗狗大家就接觸得多了 但你有沒有想過可以在市區見到樹呢 今集我會帶大家去福光不同的動物café 你猜到猜不到的動物都會出現 第一站我們就去天神的貓頭鷹café 這裡主要都是serve 日本人 所以剛才有一張講解的字都是寫日文 用Google 翻譯都很容易明白 之後就有位女職員帶我出去下一圈 就說說哪些動物是可以摸 哪些不可以 我現在就和他們兩個親密的接觸 這個每一隻貓頭鷹都是自己的名字 來這隻就叫Tora 牠們的毛真的超級鬆軟 一層層好像夾了很多空氣在裡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上面這個也有一隻 不過我最喜歡都是地下的兩隻 你們看看牠們的眼睛是多麼黑 多麼大 剛才姊姊說除了我後面這一隻之外 其他也可以摸個胸口 而這一隻甚至可以摸雙腳 不過我應該不會夠膽 因為看起來真的挺厲害的 原來玻璃後面的空間也挺大 走進一點還有兩隻貓頭鷹 但牠好像在被視我 還準備拉屎下來 另一款動物就是honey bear 這裡有珠魚和Nana 不過牠們兩個都是在睡覺 所以我還是輕輕地摸牠們的調味 摸牠是很像貓 剛才老闆給了我一些食物 牠已經聞到了 是不是很好吃 看來這間店都挺有名 完全是訂滿了 還有兩個韓國人上來 老闆都說不好意思今天悶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要約 如果你們是刺蝦奧路者 或者在香港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牠們 就一定要來波多車站附近的Semora 記得之前有朋友養過刺蝦 但我完全不敢碰或抱 不知道今天可否成功 讓牠們在我的懷抱中睡覺呢 大家記得要在網上訂位 一個小時如果我只見刺蝦 就是1800天 進來之後 整個空間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而且都很乾淨 完全不會有異味 剛才職員也有給我介紹過 面前的刺蝦 它就叫做豬魚 至於其他我就不太聽得懂了 所以我動物也是現實的 所以我額外買了這個糧食 希望可以藏起來 裡面應該有四條麥皮蟲 不過看來我這隻真的超級害羞 我一沒東西吃 它就卷了一塊 縮回一邊 我現在很想抱起它 但好像有點無叢入手 因為一碰它 它就好像變了一個波 這樣滾來滾去 我現在開始習慣抱它的質感 原來都不是那麼刺 很可愛 在這裡睡覺好嗎 好嗎 不過我當然不只一個目的 就是要見到我最喜歡的夢 現在我去哪個地方 L-Loy L-Loy 這裡是綠色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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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綠色的圖片 這裡是綠色的圖片 最好笑 剛才進來的時候 職員特意提醒我 不可以疼他們 我心想 是不是真的有人疼過 雖然上次去韓國 都碰過護膜 但這次是很穩定的 讓我在這裡摸 我發現原來他們的毛 都很厚 他不知道為什麼 是這樣捏一個裙底 很變態 你不能這樣 喂 你不要那麼變態 不過我都不太敢惹他們 因為我動一動手 他們都喊得很大聲 好像在罵 不要再動 我要睡覺 要… 經過這個小時 我覺得無論是衛生程度 還是服務態度 都有四星的水準 所以也推薦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嘗嘗 大家去阿拉波 不是買東西, 是看高大 但其實在三樓 還有一間大型的動物咖啡 從小隻的天竹鼠 去到肥豬豬的水團都有 我已經逼不及待 進去跟他們見面 這裡的入場費 就是1450日圓包 有興奮任務 場館分來三個區域 分別是 鼠類的草物 雀鳥區 和大型的動物區 不同的時段 都可以跟不同的動物去接觸 例如把蛇擺在頸裡 話說我有一位中國同學 是跟樹奶超級相似 所以我都潛移默化地 喜歡這隻動物 想不到第一次看到牠 就會在商場裡 在那邊 我發現我們跟鷹舞有 有溝通勞力 上次在韓國咖啡 也是跟牠們一起跳舞 這隻水條是超乖的 躺在這裡任任務 職員教我 牠最喜歡就是摸屁股 牠剛才在爽得 直接躺下了 不過我想說牠的毛 其實是很刺的 一點也不要摸 一場來到 當然也會買一些餵食券 這個六張是500日圓 不同的食物會有不同的價錢 現在我決定要嘗嘗大嘴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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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真的很大 而且抓力 其實比我想像中 輕很多 我會說抓到牠很緊 不是吃我的頭髮 我發現我最喜歡的都是水團 所以我忍不住買了些菜去餵牠 很喜歡看我屁股的菜 吃不吃 看 沒有了 我的手空在這裡 乖乖 乖乖 你跟著我都沒有用 我沒有東西吃 知道嗎 喂 我的衣服 沒關係 沒關係 哪一隻東西在這裡咬我的衣服 你的水團這樣咬一咬 真的忍不住要拿一杯飲料 一進去你已經聞到 很香的熟米濃湯 很香 很香 最後讓我先餵牠 看來牠們不會跳上來 只會肯在你的手上吃 嘩 成功了 牠上來了 好可愛 我的天 牠走得很輕力 很溫柔 雖然在香港也有不少貓貓咖啡 但這間位於大名的Kulik 由2008年起收養超過一千隻貓貓 現在是滿了 不過我覺得整個環境是很乾淨 完全不會有異味 而且我覺得貓貓比我家更漂亮 就是千千 連毛都多過牠 這隻貓貓對我的相機很輕強 不過貓果然都是很矜持的物種 你沒有東西吃牠完全不會展示你 所以看來我還是要課金才有東西拍 旁邊已經有一隻在等著吃 牠更餵吃 剛才已經有人餵了給牠 這個原來是雞肉塊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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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狗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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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就過來可能蓋一個小時消化一下 再繼續去購物 入宮仔 吃完這麼多動物cafe之後 真的要讚一下職員打理得非常好 無論有多少隻動物 都完全不會有異味或者污漬 我現在已經很想回去和護膜懶懶了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Like、Comment、Share 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鐘 就是第一時間之外 下次會帶大家去覆蓋什麼的店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